6到11岁的儿童 5月2号即将要开打莫德纳疫苗 校园大多都已经做完了 家长的意愿调查表 不过指挥中心突然一下宣布 BNT的儿童疫苗 在5月中的时候就渴望抵达台湾 希望努力赶在6月之前 让儿童能够施打BNT 这让不少的家长非常的犹豫 台北市长柯文哲痛批 这同一书又要让大家重换一次 实在是三条线很傻眼 下周6到11岁儿童就要开打莫德纳疫苗 指挥中心又突然宣布 BNT儿童疫苗完成签约 220万剂疫苗要努力赶在5月中旬到货 但儿童到底何时能打得到BNT 但我也没有那么大把握 时间上大概抓一个月 当然不希望到6月多了 我们当然尽量快 希望赶在6月前 若有家长先预约莫德纳 想改BNT也可以收回同意书 最后一刻反悔也能不打 强调家长能自由选择 但中央政策变来变去 家长抱怨连连 一个决定 突然又来了另外一个的时候 坦白讲所有的工作 就要重新再来一次 增加某一些程度的困难 中央儿童疫苗政策 也掀起地方反弹 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就批评 校园都已经完成莫德纳疫苗的 家长意愿调查 现在又突然多出个BNT选项 造成7层执行混乱 怒呛降帅无能 累死三居 家长都担心孩子被当白老鼠 大多观望中 到底儿童该不该打新冠疫苗 医师这样说 第一剂还是先打 步作用通常统计起来都还蛮低的 认为至少先让孩子打一剂疫苗 形成保护力 问题是瞬息万变的中央政策 却让家长无法安心 记者和孟千璋又此成一肉